相對於西太平洋颱風遲遲不來 但是在東太平洋跟大西洋裡面是非常的熱鬧 東太平洋產生一個941 雖然現在還是老中專輯 不過一設起來兩天有60% 七天有80%形成這個飾風的機會 所以我們慢慢來觀察它 現在最需要環境的是 在大西洋裡面整一個李一飾風還有馬克特飾風 這兩個比較強烈的導向 讓北大西洋前進了 這個李一飾風現在 以波特尼克一直到美國的波特尼克亞洲 現在裝身系列子948 中間出處1845相當於15級到16級 颱風的威力向北進行 但是它包含非常大 所以前進當中會影響這一代的環境 但是它有沒有辦法會登陸是有可能的 現在北方的高壓一直壓縮過來 連這個馬克特也受到它的影響 中間出處140左右 但是它會越來越強壯 現在是14級左右 當近15級 但是我們從一桌上面可以看它這樣 因為這個高壓壓縮過來之後 它會轉向西方 當然是一轉一個彎 兩個聚望會一直靠近當中 所以這個馬克特跟這個李一 到底有沒有產生比較微妙的 這個成人效應是有的 但是比較嚴重的是 這個鯉魚巨翁 影響的是美國東岸一直到這個波羅尼克的一些海域 所以這邊的朋友還是要特別注意 另外97L跟98L 這個97L形成這個巨翁的距離比較高啦 現在到底會形成幾號呢 也太久沒有看這個大西洋的巨翁所在 所以我不知道主要 各位朋友們知道嗎 現在是幾號巨翁會在大西洋產生的 不過這個97L啊 60-70% 形成巨翁的威力 所以我們出現了 這一個 936不是97L 我們這個李一巨翁 還有這個馬克特的巨翁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偏差一點 登入美國動案呢 或者形成三個巨翁共舞的 帶大西洋呢 請記住收看主持人心看鏡像 可以下廊看主持人心 好 掰掰 歡迎點贊 評論觀觀舞台 還好 請求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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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你